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首先来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最新的情况 第一个消息,吴国华的女儿所撰写的追忆她父亲的文字 已经被从社交平台上删除了 吴国华中将是曾经担任火箭军的副司令员 她在7月初在北京离世 7月30日她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一般的说法,吴国华中将是自杀离世 吴国华的女儿是透过社交平台于7月30日的深夜 7月31日的凌晨发出了追忆性的文字 怀先父国华大人 这篇文字在吴国华女儿个人账户上存在的时间是7天左右 所以她被删除的时间段应该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中国大陆社交平台不少自媒体 其实第一时间也是转发了吴国华女儿这篇悼念性的文字 有一些点击量还比较的大 其实北京时间8月8日下午 这些转发的文字怀先父国华大人都没有被移除 所以很大的可能吴国华女儿是删除掉了 自行删除掉了这篇文章 当然具体是什么原因 明镜追击是尝试去联系吴国华的女儿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所以原因不明 当然可能的原因 因为吴国华女儿这篇文字存留的时间是比较的长 办的理解自然是在向中国的官方施压 文章中不少的内容是在为她的父亲鸣不平 在批评所谓的国贼释放出来的一些传闻 一些谣言 所以现在可能的原因 当然这是一个联想 就是中国的相关方面 对吴家人进行了劝慰 涉及到吴国华的一些火箭军传闻 中国官方是给到了他们调查的结果 第二点 关于火箭军的主官 在7月31日同时被替换 美国媒体和台湾媒体8月8日给出的原因 主要还是指向了贪腐 美国媒体的说法 大多数专家认为 李玉超和其他高级将领 可能会被指控挪用了火箭军 这支规模快速扩大的部队 巨额经费的一部分 当然其他的不当行为指控 也可能对他们的下台起了作用 不过美国媒体还特别指出 由于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事关重大 习近平可能会对火箭军将领 撤职的细节保密 台湾媒体的说法就是认为 中国的军队内部是有一条贪腐的产业链 而且这条产业链已经上升到了内外勾连的状态 形成了一种任务分工 集体分赃的贪腐使务量 第三点 军队面临的态势会怎么样 军队会不会被进一步的整肃 美国媒体的说法 现在整体的形势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展示忠诚的要求可能会加倍 任命两名火箭军新指挥官几天之前 习近平在视察西部战区部队时就表示 把正风速记反腐不断向纵身推进 为了灌输对习近平的忠诚 解放军最近还开展了一项新的学习运动 台湾分析人士的判断 则是随着火箭军的所谓不服所望 习近平的战略雄星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中国的常规导弹核导弹的现代化目标 也受到牵制和制缓 另外一点就是习近平试图吞并台湾的野心 这个是台湾分析人士的原文了 也将因为军队贪腐的问题而受到耽搁与推迟 除了美国媒体和台湾媒体的报道 有必要提到的是中国军方媒体的报道 是提到了火箭军有所谓的警卫兼兵 剩下催火在进行特种警卫集训 不排除是在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火箭军内部如常或者说已经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接下去看一看在洪水灾情汛情背景之下 中共最高层的反应和表现 根据中国央视在8月8日晚间 七点档新闻联播所推出的播发的消息 李强作为中共常委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看上去是被逼现身了 被舆论倒逼着现身了 杨媒就提到 李强8月8日是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主题 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当前防汛抗洪救灾情况汇报 研究下一步 做好防汛抢险救灾 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举措 客观来说 中共的最高层 习近平也好 或者说李强也罢 能够来回应灾情 这个确实是民间的一个呼声 李强看上去也是代表中共的最高层在安抚民怨 他就特别提及 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迅速剥复各类救灾资金 能预播的提前预播 提早进行补偿救助 而且强调要开通保险理赔 绿色通道 能赔快赔 应赔近赔 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仅仅是比对过往几年的例子 2020、2021、2022年 每年到8月份 8月初到8月中旬 中共的最高层 包括中国国务院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内 都有差不多两周时间的所谓的隐身 所以李强这一次来主持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能够看到眼下讯情非常的严重 也能够看到民间舆论的压力 给中共的最高层还是比较大 不过另外一边 李强他所表达的就是 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斋群众 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等等这样的提法 目前可以说是即刻的 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来了一些质疑 批评 嘲讽的声音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批评的声音就倾向于认为 李强所提到的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很容易又让人们联想到 中国长达三年疫情防控 结果在2022年12月份 突然就放松了 放弃了 引来了很大的混乱 导致了大量的所谓高位人群 老年人的死亡 所以像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一方面是一种很惨媚的表达 另外一点 亲自下来 指挥下来 部署下来 效果往往又事与愿违 所以这样的提法 似乎又给人高级黑的联想 有不要特别提到的 就是李强是被逼着现身 这个只是一个很宽泛的说法 因为8月8日所举行的 所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就像中国过往 官方媒体所做的报道方式一样 只有文字的口头播报 没有现场的照片 也没有视频等等 所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身 同时呢 截至上传这一则视频 新华社在新华网上 还没有播出相关的消息 所以是看不到电头的 所谓的电头 过往可以举个例子 新华社北京 7月31日电等等类似的 那么就显示的是时间和地点 所以现在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李强所主持的 这一次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是在北戴河进行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主要就是中国国务院的总理秘书长 再加上副总理国务委员参加 加上一些劣席的 恐怕也就是十几个人 而此前中国官方消息就显示 中国的国务委员 慎怡晴就是在北戴河 有研究 公共关系的专业人士 在接受民进追击质询时就表示 其实像重大的水灾 这样的场景啊 中共最高领导人 比如说习近平也好 李强也罢能够去到抗洪救灾 抢险的第一线 从政府公关的角度来说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可以调动方方面面 特别是基层官员官僚 去抗洪去抢险 救灾的信心和积极性 可以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中共中央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 以及中国国务院的美誉度 同时就个人层面 也能够去打造习近平的 所谓的领袖的形象 这其实是中国的官媒 过往几年一直在做的 以及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 总理的亲民的形象 这个也是中国的政治氛围之中 中国国务院总理所具备的 一个重要的标签性的人格特定 所以这位专业的人士就特别提及 如果是觉得灾情比较的小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们就待在北戴河里 没有必要出来 这个思路 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小灾情 你去到现场 同样能够起到大作用 李强8月8日 主持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 很大程度上就缓解了张国清 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压力 在过往的七天 张国清是在北京 天津 黑龙江 河北 现身 当然现在饶有异味的 外界猜测也比较多的 就是根据中国殉情 发展的时间的顺序 在华北这一块 最早是在北京 那张国清是去了北京 接下去是河北有殉情 但是张国清是先去了天津 再去了黑龙江 一直到8月7日 他是到了河北 当然因为整体的殉情 基本上过去 处于善后的阶段 所以张国清在河北 主要就是指导支持灾后 抢修恢复和受灾群众 生活保障的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恐怕只有内部人士 指导细节 但是这样安排 他直接的一个结果 就是张国清 就避免了去谈雄安 比如说要确保雄安 新区的安全 而导致民间 民怨沸腾的可能性 因为雄安新区 整体来说地势很低 要保证雄安 没有非常严重的洪水内涝 那就必须把雄安 上游也好 下游也罢的 相关的旭红区 制红区 比较快的打开 就像这张图片 所显示的 在雄安新区的北边 小清河分红区 兰沟挖的使用 其实就导致了 桌州高杯垫 比较严重的内涝 而在雄安的东南边 大清河东垫分红区的 比较早的打开 其实是导致 包括霸州市 等等地方在内 出现比较严重 内涝的原因 中国的一些媒体 过往几天讨论 为什么灾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 其实或明或暗的 就提到了雄安新区 所带来的尴尬 甚至是麻烦 张国卿 因为有了这种 时间线上的 错乱的安排 所以就避免去提雄安 避免了去重蹈 中国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 所强调的 要确保雄安 所导致的负面舆情 接下去来看看 中国抗洪救灾过程之中 媒体报道的乱象 当然具体一点 再准确一点 宣传之中的乱象 8月8日 8月7日 中国大陆 一些知名的媒体人 是痛批 河北省委机关报 河北日报 在造假 事情的缘起 稍微早一点点 8月3日 河北日报 旗下的新媒体账号 一些社交平台的账号 是报道了 当地的 抗洪救灾的新闻 就将一张 人民日报 三年前江苏无锡救灾时候 看出的照片 是当作河北救灾的照片 来发表 来使用了 因为这个画面 它的场景感很足 也确实感动了很多人 一个小战士 因为过于疲劳 吃着盒饭 吃着吃着就睡着了 但是很快 大家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到了8月5日 河北日报也是透过客户端公开道歉 说8月3日 由于审核把关不严 我们新媒体账号错误发布了一条微视频 造成不良影响 向广大网友质疑真诚歉意 今后我们将引以为戒 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中国知名媒体人胡锡进 8月5日的晚间 也是透过社交平台发声 他说呢 他认为及时删除出错的信息 应当就可以了 严谨当然好 但是他知道 总有摆密一书的时候 别下着小编了 这个当然是胡锡进个人的看法 但是某种程度上 也是代表了中国大陆 一批媒体人的声音 当然另外一边的声音 到了8月8日 8月7日 表现的就很强烈 突出的就是人民日报 过往的一些老总级别的 官员也好 或者说媒体人也罢 站出来 透过社交平台发声 对河北日报 进行非常尖锐的批评 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 李德明 很快就要满80岁的一位老先生了 在2000年之后的那么几年 他是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社的编委 同时兼任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总编辑 所以简单的说 他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了 他透过社交平台写了一篇文章 标题非常的直接了当 河北人民在抗洪旧灾 河北日报在造假 在文章中他就特别提起 他作为一个老新闻 心里还是憋不住 想抓河北日报的这个由头 由此几笔 由表几礼 提醒同行 三个别忘了 这三个别忘了 一出台 可以看到8月8日 社交平台上是好评如潮 而且包括李德明 他过往的老同事 老下属 在任的一些媒体人等等 也都为他点赞 哪三个别忘了呢 第一个别忘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李德明就特别强调 假新闻祸国殃民 特别是在政治生活 不正常的年代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 小麦水稻放卫星 无产几千斤几万斤 文革明明市场浩劫 却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处处英格厌武全是假的 所以他就特别强调 河北日报这条假新闻 同当年的 当然不可相提并论 但同样是假的 第二个别忘了 这个是省委机关报 李德明的说法呀 哪一级党委的机关报 代表哪一级党委说话 报纸说声话 就是党委说真话 报纸说假话 就是党委说假话 机关报的权威性 在于说真话 说假话废纸一张 没人看 而且他还特别介绍 只帮忙不添乱 是机关报的办报原则 第三个别忘了 其他媒体也有假新闻 李德明的原文就是 河北日报造假 手法简单 被读者一眼看穿 没办法公开道歉吧 扣当事人的奖金吧 大事话小吧 板上钉钉 打个正招 认倒霉吧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 在于其他媒体 包括机关报 包括广播电视台 有没有假新闻 有的 无非造假手段高明一些 包装逼真一些 其实同样的假 以上就是李德明先生 这篇批评性文字的 主要的核心的内容了 到8月8日下午 近晚间的时候 文章在社交平台上 仍然是保存着 没有被删除掉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看一看 李德明所强调的 河北日报造假 目前因为细节 没有披露出来 责任到底如何来 理清不清楚 如果造假 那是非常严重的 用英文的说法 是disinformation 人为的去编新闻 但是不排除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胡锡进 所提到的 misinformation 是误传误报 因为把关不言 编辑没有切实的 负起责任来 所以造成这些编辑 随手就拿了一个新闻 想当然的 把它处理成为本地 抗洪就在抢险的消息 目前是哪一种情况 并不清楚 当然目前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用中国大陆 另外一位非常资深的 媒体人的说法 荒唐 用这个词来做 保底的评判 是不为过的 李德明先生这篇文章 之所以备受好评 很核心的一点 就是他自己所强调的 有表吉里 他所提到的 哪一级党委的机关报 就代表哪一级党委说话 报纸说真话 就是党委说真话 报纸说假话 就是党委说假话 而且他也提到 其实其他媒体也有假新闻 所以这个就是李德明 作为所谓的老新闻人 其实对眼下 中国的媒体生态环境 在表达不满 最后再回到 河北日报事件 河北日报内部 特别是分管社交平台的 相关的编辑官员 目前压力很大 想必是显然的 另外一点呢 从整体的舆论态势上来看 要承担很大责任 或者说压力巨大的 就是张正 他是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张正这一张面庞 不少中国人 其实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张正 在中国的央视 至少是工作了14年 曾经担任过 新闻联播政大综艺 等一系列节目的 播音员主持人 其实呢 是非常有名气的 不过他后来是转入了 试图开始从政 公开信息就显示 张正是在2017年6月份 也就是他刚刚满51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名副部级的官员 接下去2021年的3月 他担任县职 前面提到了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这个已经是他第二个 省部级副职的岗位了 张正作为过往的知名的媒体人 恐怕内心是有感慨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是一家人 但是现实的情况摆在这里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体制内的媒体人 对河北日报 对河北省委的非常尖锐的批评 而且河北日报 现在也只看到 一纸所谓的致歉 没有内部调查结果的公布 对张正去冲击政部级官员 那显然呢 只有副作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和 jeffek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困难